Hello 大家好 我是瓜牛哥 这是奥特曼传奇英雄 有很多粉丝问 啊 瓜牛哥你怎么一直不打家产皆厄呀 不是我不想打 是因为我用模拟器在玩这个游戏 打家产皆厄老是结束不了 他就自动闪退了 很烦 之前电脑不行 我现在换了一个电脑 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 他会不会闪退 看到底是不是模拟器的问题 好的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我们的主战力 吉尔贝利亚 开启自动战斗 这个闪退一般发生在第十几个箱子 所以说这期视频 大家应该是不会看到闪退的现象 下一期视频我们接着就行了啊 好的 我们看到了啊 开始非常轻松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用雷杰多打一下吧 前面反正打得很快啊 无所谓 雷杰多出场 雷杰多就喜欢这么耍酷啊 在空中战半天 打不了几个怪 好的 第一个出来 应该一拳头搞定啊 崩 我说的吧 一拳头搞定 完全没有悬念啊 第一个箱子拿到手 还有这些小怪打我基本都会闪避啊 闪避就会叠加这个 被动啊 还有我跟他配的是加速系统的变身器啊 闪避了也可以增加属性 所以说雷杰多是被越打得越狠 他越厉害啊 好的 第二个应该也可以秒 好的 一个技能 两段直接秒掉啊 我们第二个箱子也拿到手 一拳头四十多万伤害 还是不错啊 还行 哎呦 我这个雷杰多装备不是很好 耍帅的来了啊 太佳 耍帅 哇 一踢八十多万了啊 应该是被动叠加很多了 十一层了啊 一个技能还是放倒 第三个箱子拿到手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拿到四个箱子 为什么不打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闪退了之后 你过程中所打的箱子 全部保费啊 全部保费 你这个加坦杰饿 你要么被怪打死 要么二十分钟走完 要么就是你把所有的加坦杰饿都打完 你才能拿到箱子奖励啊 很烦 所以说我从来不打 因为魔力气闪吹 好的 我们第四个箱子 成功拿到手 我的天 这金币在身上转圈圈 一直转好帅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 我们继续看 加坦杰饿 下期主力 我们就直接 用太佳吧 用太佳 最后我们再用 杰饿被离亚 好吧 这是关两个 关关两个视频 多多点赞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